纽纹宝大审判2.0即将开启 俄罗斯强人要凉凉 俄国军用机场大爆炸 故军同击俄战区 反攻计划已制定 这里的黎明正潮潮 一向亲狼的匈牙利亦反了 各位新伯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宇山 今天由我来和大家做节目 据发新429日报道 欧民正在签计新的侵略罪特别法庭 而这个法庭可能会对普京提出新指红 这个将是继海牙国际刑事法院 指控普京法亚战争罪 发出第部领口的最新法律举措 有什么重大意呢? 首先 这次二战后第一次出现国际特别法庭审判战争罪 相等于是当年纽伦堡大审判的一个当代版 这样的举措 事实上已经宣布在彻底恢复沃拉领土完整之前 俄互之间不大可能有真正义的和谈 其次 这个法庭一旦自立 意味着 只要普京还在台上 俄罗斯就不可能回到国际社会 俄罗斯正如同朝鲜那样被完整地隔离在国际社会之外 另外一个大号的朝鲜 如有俄罗斯强人 那便要在国际上量量了 除了一尊同志 时不时还会送来亲切的祝福 在评论区里面 请大家模仿着一尊九气 让普帝帝写的一句祝福语 乌国外交部长库列巴在推特上发文说 俄罗斯在4月1号余人节 这日出任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本身 就是一个烂笑话 俄国删夺这个席位 正在发展一场职民战争 其领导人普京 是因绑戒而逃 租国际刑事法院通缩的战争罪犯 有俄罗斯存在的联合国安理会 世界永无宁人 联合国安理会由美中英华俄五个常任理事国 和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 其论席主席国 由这十五个理事国以及各名字母上序 轮流担任 欣旗一个月 本元安理会主席国系 摩三比克 四月真是俄罗斯 各位网友 4月1号是余人节 你有什么余人节的笑话 可以与阮三分享 欢迎跟我留言 3月29号 塔斯社报道 乌军深入前线后方 攻击了俄罗斯占领区城市 梅利托波尔的一个铁路机厂 组成当地停电 梅利托波尔市位于扎波罗尔核电厂以南 以及连接俄罗斯和被占领的 哈利维亚半岛的六桥原线上 它有俄军在乌南的铁路后勤枢 同一日 俄罗斯在哈利维亚的一个军事设施 又遭到了乌军的棉花攻击 居俄罗斯媒体报道 新菲罗波尔附近的俄罗斯空军机场 传出了激烈的爆炸声 网上公布的现场影片显示 一场爆炸后 机场冒起了巨大的黑烟云 强度之大 省陵近村庄乌克罗姆的窗口 都在了窑房 有些甚至破损 据了解 爆炸的加亚尔代斯克空军基地 是哈利维亚的一个国有机场 位于新菲罗波尔北部 13公里处 在全面战争之前 俄罗斯空军第30支 运合航空团 同24架苏24和苏25军战机 就驻扎在那里 至2014年俄罗斯占领 哈利维亚后 这个空军基地 一直由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队使用 接着上篇我们继续讲 俄军恩冬季攻势失利 而冰皮马昏 而另一边 基辅的反攻号角即将响起 下面我们再来 和大家将乌兰可能的反攻路线梳理一下 很多专家预测 2023年的春季 将会是乌兰反攻的戴好司机 其中萨波罗尔 哈利从南部 以及顿巴斯等地区 将会是大而门 国防部长雷芝利科夫预测 互运可能使用火部 提供的炮色坦衡 在2023年4至5月发动反攻 单雷芝利科夫自出 在春天 我们的土地非常潮心来临 只得理大式车辆可以使用 这样一来 武器能不能全力投入使用 就很受限制 所以 具体一时间 更遵循于天气情况 也就是说 一个池系 要等到道路雷零干了以后 而军事专家 赛列资洛夫则自寻 如果反攻开始 乌兰武装部队可能会解放 赛波罗尔和黑松地区的南部 赛波罗尔行政当局主要委员会成员 乌罗戈夫非常同意赛列资洛夫的看法 他透露 会找正一位 赛波罗尔地区的反攻准备几种方案 包括地缘行动和强攻地裂白河 据乌罗戈夫称 赛列司机最近访问了 赛列资洛夫斯均 和基辅当局控制的 赛波罗尔的部分地区后 他在与乌克拉部队的 指挥部举行会议时 讨论了反攻的战略 其中 赛列资洛夫斯均地区的 尼科波尔市 和马尔加列池市 是较到赛列资洛行动的 准备点 而赛波罗尔市 将是陆地行动的主要基地 现在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整个赛波罗尔前线 几百公里距离的乌军 已经全部进入静默状态 这里提请各位注意 乌军在每一次大规模攻势前 都会进入一个相对的静默状态 比如在去年秋轨哈尔科夫反击战当中 乌军八个女儿运动到俄军阵地前沿 一直保持至少两个星期的静默状态 等待最后的总攻时机 与此同时 有美国官员向没看透露 乌军的反攻 可能有两种进攻路线 第一种 是乌军通过海虫向南推进到克利米亚 从北向南打 第二种是从顿巴斯北部的阵地 向东推进到南部 穿俄罗斯陆地走落 切断连接俄罗斯和克利米亚的重要供应路线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 俄国正论名嘴 又是满口蠢话 满嘴跑火车了 俄国电视主持人 苏罗维耶夫威协说 如果俄国将二战 T34主战坦 从各地的纪念碑上拿来 俄国可以为整个摩托法斯 配备阿高级的T34 他还洋洋得意地说当其他一切都用完时 T34是俄军最后的储备 真是个秦家伙 不过 你说的其他一切都用完时 又是什么意思呢 另外 巴木特已经进入最关键时刻 军已经开始在各个建筑物里埋切炸药和地雷 一旦顶不住 俄军突击队冲进去 就要引爆炸弹 炸了整栋建筑物 对于乌军来说 巴木特守不守得住 并不是最重要的 而是利用巴木特牵制和军主力 为巴木特以后的战争形势 扭转创造机会 并找到改变战争局势的时机 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现象 自俄罗斯去年入侵以来 匈牙尼亲中又亲狼的 竞争派总理奥班一直拒绝 点名批评普京 反而指责欧民 对俄罗斯实施的 制裁措施 适得奇幻 不过 奥班的亲密朋友 女总统洛亚克 29号发声 呼吁俄罗斯从乌克兰接军 以实现和平计划 对俄罗斯来说 想结束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打赢战争 迫着不让 和乌克兰坐下来谈 但这样的画面 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 那就很难说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 同兰山点个赞 刘巨然 对我工作鼓励鼓励呀 再收ividades 重量权 '' 운